大家好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这个常见的轮廓线 挤出的模式 建立我们需要的3D模型 那以这个作品为例 他是著名的建筑师法安克盖瑞设计的W型椅 那他的轮廓线是一条连续曲线 那以这个直线挤出的模式 若是我们需要的3D模型是封闭的完整的 那我们的轮廓线 也必须是头跟尾 接好的一个连续的曲线 那在这边我们一样开启一个 新的档案 这边我们也是一样打开一个小模型公里的范本 然后在前示图的地方 我们用滚轮稍微缩小一下 用这个 图框平面的指令 将我们这个 W型椅的 测试草图 贴进来 这个前示图 大小大约在底部我们大约拉10公分大左右 那接下来呢就利用这个草图 绘制我们W型 已需要的轮廓线 那我们用控制连曲线 这个指令 沿着我们这个 模型的外围 那各位假如觉得这个 锁点会影响你描线的话 那暂时建议把锁定格点关闭 那这样子 线条会 控制的比较方便 顺畅 那我这边就 大致上把我们需要的 这个轮廓线描一描 好 那在一开始我们可能没办法 非常贴近我们要的目标 形状 那不过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可以 稍后用控制点 开启 调整的方式 让我们的 造型线更接近我们的草图 那这一条是我 刚刚利用草图描的轮廓线 接下来 我就是 将控制点开启 调整我们的这个 曲线 更接近于草图 那各位在点 点选这个控制点的时候 会跳出这个对话框 控制点就是曲线点 那曲面呢就是我们贴进来的图框平面 所以我们在这边都要选择控制点 作为我们调整的一个标的 大家可以发现 如果说 这个 控制点被选择以后 我们利用这个游标 可以让我们的曲线 贴近于我们的目标的草图的 的照片 这样子会 我们可以设计的图形 也就会跟我们 预设的这个形状 会非常的贴近 那这边我很快的 把这些 控制点 有偏移的地方稍微调整一下 两个人 稍微不停的 这边 对 我们来玩的 稍微的 不作用 能不能 稍微的 的 假设我们都调整完毕以后 第二个步骤就是利用偏移曲线的方式 制作第二层的轮廓线 那这边我们暂时把控制点关闭 那我们用这条线条 做偏移的动作 那偏移曲线就是在圆角工具里面 这个指令 那上一次我们偏移的距离是7 我这边先试看看7是不是可以 在发生这个情况呢 就是这一个这两条线条的距离呢 小于7加7也就是14公里 那所以这边的这个偏移的曲线 没办法将这个地方的这个造型制作出来 因此呢我们可以稍微调小偏移的距离 试看看是不是可以 所以我这边复原一下 再重做一次偏移曲线 这个指令 偏移的距离呢 我就改为6 试看看 所以6公里可以顺利把我们的模型绘制完成 那这边呢也发现这个地方是符合我们需要的 可是这个地方 这个模型有切齐的这个动作 所以我们可以再画一条直线 用锁点的方式 锁定我们的端点 物件锁点 锁端点 写这个地方 然后呢 按住shift 锁最近点 他会抓到一个焦点 那这条线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不适合的地方 切割出来变成我们要的样子 所以用剪刀 选择我们不要的这个曲线 这个地方呢 就完成我们需要的一个轮廓线 在这边呢 我可以先把这个图框平面的底图呢 先隐藏 那这边这几个线段 因为我刚刚有做修剪的动作 需要再做组合的动作 组合就是拼图这个指令 那这里我们已经完成 我们需要做这个W形仪的一个轮廓线 那我把这个立体图打开 同样的我们用这个 直线挤出就是在实体工具里面这个 挤出封闭的平面曲线 那他的前提就是要封闭的平面曲线 然后挤出我们要的这个W形仪需要的宽度 那这边模型大致上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那这个示范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各位的欣赏